大家好 我是Joey 我是Meggy 歡迎收看宜居溫哥華 今天帶大家來到JM的獨家盤10780 No.5 Road 這個位於Richmond的頂樓Pent House單位 以前我們幫客人在樓花時買了好幾個單位 這位客人選了頂樓 因為他可以看著一個12個公園 很漂亮的景色 待會帶大家看看 而對面就是Ironwood Mall 以及最近很高級的McRoberts學校 排名No.1的McRoberts中學也是這個屋苑的校網 雖然他不是在市中心3號路中間 正因為這個環境是非常安靜 而他去到99公路的access 只需要一分鐘就上到highway 所以如果你要去Towarsen或者Delta的地方 是非常接近的 一出去就是Marcy Tunnel 對 而且很多人都會覺得 不來市中心或沒有Sky Train 很難出租 但以我們的經驗 我們有做物業管理 其實在這個project都有幾個單位 我們負責出租 其實每次找租客都非常快 很容易 差不多一個星期左右就租得出 是啊 McRoberts最初為什麼客人選擇這個頂樓單位呢 其實這個頂樓單位是向東的 所以可以看到現在的內圓 以及也可以看到市政府剛剛所說的 規劃的12A距的公園 為什麼選擇這個發展項目呢 因為Towen Line是一個非常順利的發展商 以及碩士的mid-rise apartment 是比較罕有的 頂樓而有冷氣也不怕熱 當然 頂樓樓上最重要是不會被人吵到 對 隔音亦比木造的apartment多很多 那我們現在去看看單位吧 我們現在來看看這個單位 地址是Unit 912 10780 No.5 Road 由Towen Line發展商建造 這個complex就叫做Dahlia 是兩房加書房的單位 949呎 我們叫價是799000 我們現在進來看看 新盤我們就看得多了 今天我們看這個二手樓 我們來到Unit 912 是頂層來的 一個小小的tip小去教大家 來到升降機門外面 很多客人會問我們 究竟有多少個電梯 一層有多少戶 其實最簡單最準確 就是看升降機外面 有一個叫FAR PLAN 那你就見到我們Unit 912 是這裡 還有這個是Legend 方向 寫著是向東 還有有多少戶數 有多少個升降機 這個單位是比較好的 它近升降機得來 又不是對著升降機 還有看看屋苑 管理得好不好 除了當然看法律文件之外 Sharter的文件之外 另一件事可以注意在細微位 就是它這些Hallway Common Area 打掃得乾不乾淨 那些牆身 會不會髒 如果它這些地方看起來很光亮 很闊 很乾淨 的話 代表他們這個Strada Company 請的人都非常之注意乾淨 還有屋苑很多的業主 都很維護他們的環境 好 進來我們這個兩房加書房的單位 一進屋 左手邊就是Open Kitchen 二手樓的時候 我們會注意些什麼呢 第一看他們的屋主 保養成怎樣 它的電氣保養得好不好 爐頭乾不乾淨 我們看到這個業主都保養得不錯 很多東西都跟新的一樣 沒有什麼油漬 沒有什麼刮花 真的很輕微 左手邊這裡有一個Microwave 還有你們要想一下 廚房廚櫃夠不夠利用呢 我們看到這裡其實真的很多Strada可以用 可以Strada很多東西 這邊全部都是Cabinet 可以放很多碗碟碟碟 這些杯子 全部都可以放在這裡 我覺得空間都不錯 這裡的管理費 包括Gas 熱水 以及冷暖氣 除了屋內的東西之外 設施也包括 這裡有一個健身室 以及一個籃球場 門口的右手邊就是書房 這個書房特別一提 就是它除了有冷暖氣 以及它的Size 其實可以放到一張單人床 除了你拿來做書桌 另外如果有朋友來 其實放一個梳化床 都可以給客人用 還有有門的 所以我覺得比較好 有私隱度 這裡就是我們的Living Dining Room 特別一提 它這個Sealing Height 因為是頂層數會比較高 挑高了9呎三樓底 這個Floor Plan 也是很多買家都會比較喜歡 買樓花的時候 都是大家很喜歡的Floor Plan 因為這個Floor Plan 我們叫做蝴蝶房 為什麼叫蝴蝶房 就是因為你看到兩邊房 是分開 好像蝴蝶一樣 還有兩邊都有大家的私隱度 還有這邊第二個房 它的廁所也是在門口旁 所以給人感覺 這兩間房 是有自己的雙套房的感覺 這間就是我們的主人房 這個主人房是向東 除了有很多陽光進來之外 它這個窗其實可以通往Balcony 這個也是比較少見的 進來廁所之前 我們會經過Walk-in Corset 這個廁所我很喜歡 因為它有做了Double Sink 有Shower 也有Tub 給你去浸浴 就是你想要什麼都有 那Floor 也是Heated Floor 只有Pent House的Unit 所以冬天冷的時候 又不怕腳會冷 這個業主真的懂得享受 你看一個按摩椅 按摩的時候 就可以看著正庫公園 又看到山徑 真是一流的享受 這個廳和Living Room 很像正的 所以你看到它 飯廳可以放到一個長桌 Living Room 也很夠位 可以放到這麼大的按摩椅 我們看到這裡有一個燈 通常發展商就會 他Desonated 放一個位置 讓你去做一個Dining Room 就是希望你在這個位置 就是它的設計 希望在這裡做飯廳 當然你不一定要跟它 你可以喜歡放在哪裡就可以 不要的餐桌也可以 因為它這個countertop 做了一個凹位 你可以放一些椅子 可以在counter裡吃飯 在kitchen island吃東西 都沒問題 這個露台真是正 很少我們會見到 這個balcony 是200呎的 你看到超美景 看到山 看到公園 也看到一些水景 在這裡 balcony 我都要提提各位 雖然不是計算在室內面積 和balcony 是屬於Strata所擁有 但是我們作為業主 都要確保 保持這個balcony 乾乾淨淨 但乾淨的意思 不是平時清洗 可以用水沖 沖到樓下 在找角牙來說 是不可以這樣做的 你可以用刷 用少許水 清一下它是OK的 和正常這些綠花 養下花 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不可以在外面浪衫 放一些storage 所以一定要檢查 buy law 問清楚可不可以這樣做 要不然 隨時被Strata罰錢 現在這個看出去 就是講公園 在上面看起來 真的很漂亮 市政府那裏 製造了一些 人工壺 而且它的公園 還未完全建好 因為12 acres 所以還有一段時間 Maggie 這個是不是就是公園 是啊 你看 今天好天啊 真的非常漂亮 在Richmond真的很罕有 嗯 因為這個是我們的獨家盤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想拿多些資料 或者上來看樓的話 記得聯絡我們JM 謝謝收看宜居溫的話 記得CLSS comment like subscribe 和share 拜拜